过去劳工朋友要检举资方违法的话 必须要拨打1999专线或者是劳工局专线人工入案 不然就必须要透过书信、网路向市长信箱来陈情 劳动检查力机构在今年3月全国首创开通之后 累计已经收件近400案件了 劳工局也特别制作了一部宣导短片 是由新北市劳工局的6位同仁来单纲演出 编剧、化妆、道具也全部都自己来 再邀请市新大学学生团队协助拍摄、剪接、后置而成 带您先读鬼快 这部名为过劳鬼克星新北劳检力机构的5分钟短片 内容是以社会新鲜人求职面试遇到各种鬼怪 最后求职者透过手机求助劳动检查力机构 劳检超人现身惩治二雇主 也让被折磨到快变成鬼的员工 终于换得喘息还回人形 这个部分就是都是同仁自己他们的一些创意 在职场上我们常碰到一些 比如说老板不给加班费 或是有一些过劳状况 加班持续的可能联系好几个小时 或是好几天让劳工朋友过劳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游戏 会写的一个电影 那个影片 那我们也透过我们的新北 那个脸书 还有赖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网站 还有就是我们也播到YouTuber 过去劳工要检举资方违法 必须拨打1999或劳工局的专线人工来入案 不然就得透过书信网路向市长信箱呈情 劳动检查力机构 今年三月全国首创开通后 也进行收件近400个案件 了解他们一些自身的权益 然后透过这样一个新北地极构 来做一些申诉 如果他在职场有一些不利对待 被资方有一些不利对待 那就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系统来做检解 那我们也欢迎 这个我们的劳工朋友 我们的民众 都是有使用这样一个系统 来捍卫自己的一个职场上的权益 这部短片在我的新北市脸书推播后 立即引起脸书骚动疯传 不到一天就破万人次浏览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希望有需求的劳工朋友 偷偷使用劳动检查力机构 劳工局会用更迅速辩解的方式 处理雇主违法的问题 谢谢大家视频长报道